大家好 朋友们下午好 现在是下午的14点40梯分啊 有一个学者叫刘军宁 还是很著名的一个学者 也是一个民主派啊 他谈两种革命 就是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 由一位女士朗读刘军宁的作品 我们听听啊 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个人觉得有一定道理啊 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变革 在刺激大革命的爆发 不过跟常人想象的有些不一样的是 革命并不会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 事实上革命前是经济最繁荣的时期 政府为了促进公共繁荣 铺设社会保障网络 实施公共工程 这样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 惊人的增长 这也激发了他们的投机欲望 他们的发财欲望 每日每时都在膨胀 但是因为政府向来财政管理不善 政府向来财政管理不善 会有错误决策 会有浪费贪污挪用 但是他说革命往往不会发生在经济崩溃的时候 经济下行的时候反而不会发生革命 发生革命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 由此由于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 混合得如此紧密 以至于原来的公共掠计 此时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但是随着金融变成泡沫 民心却显得更不稳定 更加惶恐不安 公共不满在家具 他说的是应该叫公众的不满在家具 他可能读得不太流利啊 人们对这些问题比以前更加敏感得多 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公开讨论 政治弊端 执政者屡屡声称 要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 却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 这些口惠而不实质的改革 只是起到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应该叫口惠而实不至吧 他说的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我们看他讲的事情啊 基本脉络怎么样啊 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 最热爱现存政府的工商业者 也是最坚决的给予改革 这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 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艰难 忍受着法律的人民 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 他们将 猛烈地被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 比他前所谓的政权更好 而且经验告诉我们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 最危险的时刻 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单看上面这段文字 不少读者会以为描述的是中国 然而上面的场景说的并不是中国 而是法国思想家托克威尔在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描述 大革命前的法国 革命有两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 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 美国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 另一类是法国式的乌托邦革命 表面上看 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 有许多相似之处 它们都是民主革命 都声称追求自由与平等 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距 却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 对 法国走的道路和英美完全不一样 以美国为例 美国革命的领性们认为 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更重要 自由对政府来说 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 不像后者那样 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的改造 才能实现 此外 既是对平等的强调 也只是指权力的平等 而不是结果的平等 在法国革命中 在法国革命中 对平等 自由和正义的追求 则是靠不断上断头台 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 暴力 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 政治哲学家 黎普曼所断言 这样的乌托邦革命 越是试图 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 结果 却越是把地球变成了 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的革命家眼中 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 需要靠制度 而非多数人的公义 所以 他们把民选政府 置于共和的 宪政的 自由法治的 制度框架之内 而非单纯靠的 大多数决定来治国 任何政府 需要有如下的品德 如 稳定 远见 审慎 公平 所以 这种政府 替扎根在民意之中 用于表明 民意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在法国 雅各兵派这些 乌托邦革命家的 想象中 恶的根源 在社会结构之中 只要消灭了这些 制度结构 以及其阶级化身 罪恶 就会消失 美德 就会盛行 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 人的恶 的根源 在于自我 推翻制度 并不能保证 一个 更好的制度 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 既是一场 自由的革命 因为它为当地民众 终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 也是一场 保守主义的 现实主义革命 因为这场革命 没有 触及革命前的 社会结构 生活方式 宗教文化 和 道德风尚 没有试图将社会 从英国继承来的 传统 彻底打碎 全盘式的改造 伯克反对 法国 雅各兵派 及其领导的 大革命 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他发现 雅各兵派 在对其同胞 及法兰西传统中 行使的 断断的权力 他指责 法国的革命家们 摧毁其 视为 恶职员的 家庭 教区 地方社区 行会 社会等级 教会等 这样的中介机构 因为 高度集权的政府 毁掉了国家 与个人间的 上述缓冲区 在伯克看来 传统对社会秩序 与自由 是至关重要的 而摧毁上述 上述旧制度 并不能真的 除掉恶的源泉 就给人们带来了 白色恐怖 他也没有认为 传统是 尽善尽美的 只是认为 取代传统的 新生事物 可能 危害更大 他们隐锐地察觉到 既然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 本由旧制度所承担的社会 凝聚职能 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 用暴力 制造凝聚力 必然造成暴力的滥用 侵犯人的自由 1790年以后 在法国和其他 走法国道路的国家 发生的一切 一再证明了 伯克 在1790年 做出的预测 伯克的睿智 在于他 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 就意见到了 其惨烈的后果 伯克甚至认为 法国大革命 所具有的神秘性 会使这种乌托邦革命 不断蔓延 传染至亚洲和非洲 虽然后来的事实 果然不出不可所料 但是 作为一位贤德之士 对政治灾难的先见之明 却使他因为自己的远着见 而更加感到悲哀 法国革命的人类政治史上 远见着实 空前而后有的事情 暴力革命不好 有问题 这场革命 企图按照理性主义的原理 对社会进行全盘彻底的改造 在法国 雅各宾派的革命者 以平均代替平等 以憲恨代替自由 以人民的名义 以人民的名义 实行 集权和端制 雅各宾主义的目标 是在以公义象征的 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建立集中的 不受约束的权力 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 变成对传统道德的征服 他们以为 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 必要时 可以借助强力和恐怖 去改造人性 从而就能实现 对市民 知识分子和农民 因而对社会的彻底改造 这样的革命 其他通过 无羞耻的政治运动 和思想改造 法国大革命 暴力 摧毁了传统文化 传统秩序 他想用革命 解决旧社会的一切问题 这个俄国的革命 中国的革命 都有类似的弊端弊病 太血腥了 这样的错误 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革命 其他通过 无羞耻的政治运动 和思想改造 无羞耻的政治运动 来建造 一代代 无私的 有道德的 有理想的新人 只要这些目的 一日没有达到 革命 就没有完成 在实践中 这样的革命 是以平等名义 的平均 以自由名义的放纵 以人民名义的专政 他这是说法国革命的吗 我怎么那么熟悉呀 是吧 在苏维埃俄国 在中国 好像都是从法国 这场革命中借鉴的 一脉相承的啊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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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克和托克维尔认为 人类革命中的罪恶 来自于人类自身 革命的目的 在于找到必要的制度 途径来 约束人的本性 尤其是政治家 本性中潜在的恶 在于找到一个 个人能够享受 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 现实主义革命家们认为 推翻万恶的旧制度 并不能保证 必然造就出 一个更好的新制度 既然恶的来源 不再要推翻的旧制度 和代表这些制度的 个人身上 那么 不论是过去 现在 还是将来 都不存在 能够杜绝一切 罪恶的 社会 经济 政治制度 只要在 自由权 财产权 没有得到 落实 在人的尊严 与 价值 得不到尊重 和保护的地方 就存在 现实主义革命的 必要性 但 这种革命 在手段上 完全 不同于 乌托邦 从历史上看 它可以是 英国的 光荣革命 可以是 1974年 发生在 葡萄牙的 石竹花革命 也可以是 1989年 发生在 结合斯洛伐克的 天鹅融革命 还可以是 今年来发生在 中东的 阿拉伯之春 最好的革命 是 不彻底的革命 对社会的 健康机体 动最少的革命 暴力程度 最轻的革命 伤害人命 最少的革命 带来个人自由 以 有限政府的革命 最好的 最好的革命 是不彻底的革命 因为彻底的革命 是一场 新的专制独裁 血腥暴力 最坏的革命 是彻底的革命 把整个社会 与道德置信 彻底摧毁的革命 最暴力 夺命最多的革命 带来 专制 与极权的革命 最好的革命 在于其 不彻底性 只涉及 政治体制的革命 是 最好的革命 说的有道理 当然他读的有点磕磕巴巴 意思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最好的革命 应该是不彻底的革命 最坏的革命 是彻底的革命 因为彻底的革命 又剥夺了人们的 很多自由 权利 而且他矫枉过正 他带来的是屠杀 带来的是普遍的侵犯人权 就像中国发生的事 就像在苏联发生的事 谢谢